字獎人士 當字獎人士18歲在特殊學校畢業後 輪候接受成人服務 一般要等待很長的時間 期間生活和肌肉訓練也會暫停 導致他們機能衰退 照顧者也面對很大壓力 明顯出生是正常的 所以肌肉炎 其實是救了生命 但影響智力 還有後遺症的腦陷症 縮位是十五歲排 現在已經是三十歲半 因為我自己也有情緒病 我都虧了二十多年 到現在都虧了 但因為二十多年都是我單對單照顧 其實真的不容易 其實我預計也要等多六七年 因為我選的地區是在自己日本的區域裏面 horizon 在自己自己的區域裡 每天或每個鐘頭都會有發作 我可以想像進入中心或軟室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被人約束在椅子上 欣光中心 是以自負營規模式營運的成長中心 為嚴重之章成人 提供過度式訓練及支援服務 因為現在的隊伍有二千多人 食、行路、去廁所都需要人照顧 所以如果等待那麼久 對他和家人來說 都是一個很痛苦的經歷 所以在這個轉接期 我們希望可以仍然有機能上的活動 一些社交的活動 我們都會帶他走出課室 生活化的訓練 希望他真的有一個等待期的手 又有教育元素的活動 亦都有一些工作模式的活動 去提供給他們 服務為良太和真太帶來很大的幫助 有宿位 起碼有宿舍給我 可以去住一下 可以休息一下 還有這個訓練 始終跟現在排的日間出面 是有點不同的 日間人手的比例一定少 現在這個比例是跟學校的比例 變成那個小班 所謂小班教學 會專注他們每一個學員的身體能力 去針對訓練 這個中心很好 也令家長很放心 因為他很開放 其實他很鼓勵家長和家傭 一起參與其中 因為透過我們參與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學習了其中一些 照顧他們的技巧 或者一些物理治療的技巧 羅總監希望社會 可以投放更多資源 在自障人士中途中心及宿舍 以致成人服務 我自己覺得成人服務 是真的還未足夠的 應該要有多些社會上的資源 去擺在他們的身上 因為他們自己不會站出來 說我自己需要些甚麼 其實就真的需要 他的家長 我們的工作人員 去這個社會做一些倡導 告訴別人他們的需要在哪裏 有甚麼不足的地方 所以在資源上 我們一直都覺得 應該要放更多一些 這些弱智弱難人士方面